所以神呢要兴起一个一个的家庭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话 也为你未来的家庭 可以让耶稣基督成为你家中之主 接下来我们要请个家庭 我们刚才都是好像做爸爸妈妈的 那现在呢 我要让年轻人来说话 不过爸爸妈妈一定要跟着上来 好不好 来我们来欢迎姚家训 姚家训是大提琴大提琴手 他现在是在朱利安音乐学院的 这个你自己来介绍吧 朱利安音乐学院 pre-college 大家好 朱尔徐今年几岁告诉大家 我今年十五岁 感谢主 我在朱利安音乐学院 预科学大提琴 所以感谢主 何等的恩典 感谢爸爸妈妈 从小就给我选择了 我最喜欢 最热爱 最擅长的乐器 大提琴 那我从六岁就开始学 然后呢 从小就感觉很有天赋嘛 然后 感谢主 感谢主 一步一步的从青岛 然后慢慢走到了北京 中庄音乐学院副小 然后呢 又被神带领到了纽约 来到了朱利安音乐学院 当时来考美国的时候 也感觉 朱利安不是第一选择 因为 毕竟纽约消费太高了嘛 然后又是我们家庭也不是特别富有 然后就感觉 嗯 不是太那个什么 但是呢 感谢主 主 领领我们 告诉我们 朱利安有最适合我现在的老师 然后感谢主 我现在跟着我的老师学习进步非常大 感谢主 感谢主 告诉大家你今年什么时候受洗的 啊 我 我是上一个 嗯 复活节和妈妈一起在火水德城教会受的洗 然后感谢主 来到了这里呢 我也非常 另一个城的恩典就给我了 就是我在 我的文化课学校是一个基督学校 所以 每天就会有圣经课 也会有每周周五的 嗯 敬拜和那个 chapel 就就像做礼拜一样 然后呢 2015年大约年底的时候 就是 那一周就是整个就是每天都有chapel 每天都有礼拜 然后呢 我们也有唱歌嘛 唱歌的时候 我就特别感觉就是真的是圣灵充满了 圣灵充满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是那种特别伤心的哭 但是就是哭得稀里哗啦 每一天都会哭 每一天听到歌声就会哭 然后同学在旁边看着我就感觉好奇怪啊 你哭什么 然后 但是我就是那种止不下来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圣灵充满 然后当时呢就感觉 神就在告诉我 这就是 我要接受主的那一刻 感谢主 哈利路亚 然后呢 最近 嗯 最近的那个特会啊之类的就是感觉我慢慢的灵命在成长 灵命来越来越成熟在主里面越来越长大 然后就突然发现了 诶我叫姚家训啊 姚家训 家训是什么意思 从小跟大家说 哦我叫家训 哪个家训啊 就是好消息的家训 好消息是什么呢 好消息是福音啊 哈利路亚 姚家训 哈利路亚 然后呢 最近就特别有主来的感动 就说我为什么要跟你姚家训呢 就是想让我来做这个使者 来传主的福音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嗯 嗯 然后呢 感觉 可能有一个小小不同 就是我们家里 可能在some point 就是有一些方面的时候 我可能还是要带你爸爸妈妈的 哈哈 然后就比如说在主里面的时候 所以感谢主给我一直加能量 也一直让我在主里面 有点带你爸爸妈妈的感觉 哈利路亚 要爸爸妈妈说句话 嗯 感谢主 嗯 怎么说呢 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庭 然后给了我一个懂事的女儿 嗯 因为我是学音乐的 然后在小学做那个音乐教师 嗯 可能呢 孩子就是遗传了一点音乐细胞吧 嗯 从小就是我就在思考 肯定 肯定要朝这个音乐方面去培养 因为这是我的那个就是专业 嗯 所以呢 嗯 选择大提琴也是 怎么说 嗯 周围咨询了很多同学同事 然后最后呢 嗯 就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这个大提琴 然后 嗯 其实出乎我的意料的 就是孩子 嗯 就是完全 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 嗯 然后就是 给我印象最深的 嗯 就是我们考到了那个北京 嗯 专业学院副小 然后读了两年多吧 就是在五年级考过去的 然后在初一的时候 嗯 就是放假 放放假了之后呢 然后 马上还有几天就开学了 然后女儿就突然间跟我说 说妈妈我不想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了 嗯 就说我要出去 我要去美国 嗯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但是一直就是没有付出行动 嗯 但是马上就要开学了 他就 说什么也不去了 不回去了 嗯 这个 就是搞得有点措手不齐 然后呢 呃 因为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个规定 就是初一呢 是试读期 就是在初一这个 这一年里边 学生是不允许出去考别的学校的 就是 你是 你在这试读 就是 如果你表现不好 理论上是这样 我可以不要你 所以不允许出去考学 然后呢 我们说那怎么办呢 呃 最后我们就决定 先退学 退了学之后 再去 再来美国考学 呃 当时我们就在想 那个 朱利亚其实来的可能性不大 啊 因为各种原因 来的可能性不大 而且我们对什么 哪个学校有什么好老师 也 也没有什么 呃 就是跟着这位老师 一直在学习 呃 进步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 呃 就是他不好意思说 我替他说 那个 呃 上学年 就是在朱利亚育科的大提琴比赛当中 呃 所有18岁以下的育科大提琴学生 都可以参加 呃 比同一首协奏曲 同一个曲子 在将近五个多小时的比赛当中 都是请的 学校外面的评委 呃 就是做 给他们那个做评委 然后 呃 18岁以下 他去年是15岁 然后 得了第一名 感谢主 所以呢 那个本来今天是想要那个 呃 拉琴 啊 赞美主 但是呢 呃 呃 今天他的手有点问题 所以就没法在这儿拉 但是呢 呃 孩子 姚家训 呃 还有我们做父母的 将陪着他 一生 都用大提琴来 感谢赞美主 谢谢大家 咱们说两句吧 呃 他们说了那么多了 我就不成为哥哥 感恩节快乐 阿们 这个感恩节啊 不是只有在今天啊 我们天天都是感恩的日子 是不是 天天都带着感恩的心 神要的 就是一个感恩的人 一颗感恩的心 只要是如此的人 必然蒙福